接下来请提案的人江伟员万安说明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针对我之前提的 既然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修论桩案做提案说明 上一届第九届促转条例审查到第六条的时候 这条特别规范国家在贫富司法不法之后 必须要回复并赔偿被害者及其家属之名誉或权利损害 我信守对于受难者家属 包括蔡匡议理事长等跟我表达 他们不希望带着有罪判决之身入土的承诺 投下赞成票 在助转条例施行之后 确实陆续撤销多起刑事有罪判决 但是实务上在撤销判决后 对被害者及其家属的赔偿 以及没收财产的返还 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来执行 因此我透过修正戒严实际人民受损权利 回复条例的方式 让依照促转条例撤销有罪判决后 得请求返还财产 当初我的提案初衷 是希望延� 据促转条例第六条的脉络 贫富司法判决不该只做半套 透过修法提供政府返还财产明确的法源依据 目的是回应受难者及其家属的迫切期待 考量受难者大多都高龄八九十岁 年事已高且逐渐凋零 时间不等人 返还财产有急迫性 希望在法治完备情形之下 政府尽快完成赔偿 以及返还遭到没收的财产 给受难者及家属 不要再拖下去 转型正义需要朝野 其全民共同努力 我相信唯有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 各族群人相互理解体谅 并在关键时刻放下对立 停止内耗 同舟共济 台湾才能继续大步的向前迈进 一起面对更多的困境和挑战 好 谢谢讲官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